这是我们此行的目标鱼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钓的蛇 但是因为强降雨导致了山洪 这条河流经了一个布衣族的村落 我们在村子的一角遇到了一个钓鱼的朋友 它用的是一个蚯蚓绑一个泡沫 掉下去了 飞鱼现在怕 上鱼 看下它的鱼货 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标鱼 这让我给梦跑了 它这个跟我们平时看到的白条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说它的嘴巴 它的这个嘴也比较大 然后眼睛上有一个红色的眼眉 那黄色的是鱼钩勾到的 哈哈哈哈好吧 红色是鱼钩勾到的 哎不对啊它两边都有 我可能每条都被鱼钩打两只眼嘛 走我回去拿钢子去 看下来 这里是鱼钩的 鱼钩 这是鱼钩的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张超 现在呢,我们是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 这里有一条河流,它有一种特有的白条鱼 这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但是因为下雨的缘故 这个河流的上游发了洪水 现在整条河是横簧不堪 但是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个云开日出的时间 现在可以看到蓝色的天空 云才渐渐飘过去 然后我们也有机会下去抛几个 野掉真的很坚信 小心,这地上很滑 天呐,太不可思议了 哇,好漂亮的鱼 你看它的侧线特别的有特点 它不是一整根,不是一根到底的 它到这儿有个分叉,黄色的背 对,这可能跟现在的水有关系 我可能是第一个用路亚钓到这样白条的人 这个是在云南贵州跟广西交界的一个地方 处于昆明的东北部 然后这是一个特有种的白条 虽然是白条看似普通 但是只有在这里才有 然后它的嘴形,它的侧线跟普通的白条有很大的区别 那我们也是为此而来 这次来其实真的是历经艰辛 我们从昨天从宜良出发 原本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我们开了五个多小时 下雨,然后团雾,然后山路 虽然路上没有什么车 但是也没有灯 开的真的很辛苦 晚上十二点多到这里以后 真的是直接倒在床上就睡了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 这也在下比较大的雨 然后现在突然天晴了 然后我们也抱着不死心的态度吧 来到这条河流抛两端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找到了一个相对两条河流相会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条水 稍微比这边的轻一点 然后在这个位置 然后用小亮片掉货了第一条 特有种白条 哇,其实玩野掉,玩野水就是这样 我们会钓到不同种类的鱼 那这种鱼我只有在听朋友讲起过 并没有真正的见到过它 嘿嘿,前面因为下雨 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快要放弃的感觉 哇哦,太棒了 这是一只小的 我们现在钓到的这条白条 跟刚才的还不一样 这是一条长尾白条 它实际上没有斑 侧线跟刚才的也不一样 那我先把它放下去 因为白条是比较容易死的 钓鱼 长尾白条的分布相当于是就比较广泛 比我们钓上的第一个特有种的白条来说的话 它的种群数量就会更大 钓鱼 啊,快够 连杆了 连这两口都很凶啊 怪干净都没有钓到它 这是我们在这个位置钓到的长尾白条 有一条体型稍微大一点 那长尾白条的分布呢 在宜梁 云南的宜梁跟石林都有 这里也有 所以也是云南特有的鱼种 我也是第一次钓到这样的白条 那我们想找到那种特有白条跟它还不太一样 它的侧线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水比较急这个耳带水里的摆动实际上是不太规则的 所以西流鱼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觉得西流鱼的口味特别猛 就是因为它如果不猛的话它的攻击率会更低 即使这样的话它的攻击率已经不算是很高了 那么我用的鱼竿是MitchCraft的龙系列的尊鱼竿 然后这次在云南 主要会用到这只鱼竿来做钓 然后我们会做钓一些外来物种鱼 比如说昨天钓的太阳鱼 也会做钓像我们今天钓的这样的中国原生鱼 甚至于刚才那样的白条 我都不确定能在柏头上查得到 它是特有种的白条 看看这个草帽 鱼饭 这是我们今天的菜 云南也是很能吃辣椒的 现在是下午到一点多 我们吃完饭继续干活 先要为大家演示一下吸水腌脂 你要是吸的呀 还是电子烟比较好吃 好你们慢慢吃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沿着这条河流 向下游走了大概5到8公里的样子 然后现在来到了一处很大的浅滩 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浅滩 水流确实放缓了很多 但是水色依然浑浊 我们也没能再找到一条 可以从外部汇入的水流 所以这个对坐调来说的话 其实是致命的打击 现在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 我们沿着这条河流 一直往下游走了大概10公里 然后又走回来 现在整个脚底都是痛的 唯有这里 一个靠近公路边的地方 有两条水交汇在一起 后面这条水相当说轻一点 就这边 然后那边的更浑一些 只有在这里 今天只有在这里有口 然后掉了 掉上来了大概有八九条 或者九条十条这样的白条 但是口是很多的 这个鱼的嘴巴比较小 然后有一些特点 我也发现 就是它如果在 大概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开始攻击 第一次攻击没中的话 我们保证耳的速度 然后它会发动第二次第三次攻击 直到最后 耳飘到这个浑浊跟青的交界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也是最容易出大的 那个白条的地方 除此之外 这个地方的口多一些 因为这个地方水流相当说比较缓一些 然后就飘到飘到这边的话 上大的就会大 但是一旦飘过这里 飘到这儿 就没口了 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些特点吧 好吧 我觉得天色真的慢慢的要暗下来了 我觉得我的脸已经黑的不成样子了 包括我的胳膊也是黑的不成样子了 在云南玩儿还有个要注意的 可以提醒一下大家 那云南是栋植物非常丰富的一个王国 然后除了有这些原生的鱼类以外 还有很多稀有的昆虫 那我们在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 就特别要注意防虫 因为今天就有皮虫从树上 钓到我的身上 咬了我几个包 还有很多很凶残的蚊子 像战斗机一样的 啊哒哒哒就会咬一串包 所以出来玩儿一定要做好防虫防蚊的 准备好吧 那么我们期待在云南的第三天行程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The next day 现在我们在香道上行驶 然后又经过了一个不一族的村庄 然后现在他们正在赶集 本来想看看有没有卖他们在当地捕捞上来的鱼的 结果也可能是因为洪水的原因吧 然后整个集市场是没有卖鱼的 那么我们继续赶路 大家已经猜不出我现在在哪里 一路开一路开 居然从云南开到了万丰湖 当然万丰湖也是在云南跟贵州的交界的地方 连日的大雨导致附近的山里面的水 还有小溪里长的洪水都汇到了万丰湖里 当然这只是万丰湖的一角 那这里水位上涨的也比较厉害 然后水色特别的浑 不过看它下地龙好像收入还挺多的 水有多黄 顺着光看就能看出来 这水也太黄了 要不我们走吧 去那个地方叫顿鱼南 出太阳了 山顶上还云木缭绕的 这个吊声感觉更像是自驾 动不动要开上几百公里的山路 真的开了一整天的车 从早上开到了 现在 那我们来到了一个山体型的小水库 可以看到后面 这个山体型水库呢叫三越山水库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里 是为了钓红尊鱼 大家应该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这个大坝是在下风口 风吹过来的水啊 风吹过来的这个水啊 是褐色的 OK 太遗憾了 快速游览了一下这个水库 然后有几个现象 一来呢水库在暴枣 暴的是鹤枣 然后其次呢 我们询问了当地的钓鱼人 当地的钓鱼人说 这个水库因为输于管理 它里面的红尊应该已经没有了 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过这种鱼了 因为我们在来云南之前的计划 在这个水库是截止的 这是我们计划来云南钓的最后一个地方 哎呀 真的是不巧啊 昆明在下大雨 我们去钓白条的地方又在发洪水 来到这里又在报鹤枣 这个野水之路真的是很艰辛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做这一行 确实也非常热爱钓鱼 我觉得应该坚持走下去 可以看 可以看到更多大江南北的 这样的水域 钓到各种各样的鱼 特别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中国原生的本土鱼 非常漂亮的原生本土鱼 这个很多在书里面 或者是课本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 你可能需要去一些官方的杂志 科学杂志才能看到的 那么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 记得多发点弹幕来鼓励一下打龟的我 我也真的觉得我在打龟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那也记得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好怕它顶我 哇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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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